正是这位小哥的善举 一位重病的女子及时获救了 咱们说这刨腿小哥叫汪勇 在西安工作 1月19号下午呢 他接了一个订单 去给一位顾客送药 他发现顾客是位女士 当时的状态呢十分不好 勉强能站起来浑身发抖 脸色苍白 而且这名女子还带着两个孩子 大一点的呢 大概是有六七岁的样子 小一些的刚会走 汪勇下楼以后呢 心里始终不落地 于是呢给女顾客发了短信 询问要不要带她去医院 这位女顾客很感动哈 但还是婉言谢绝了 也理解 因为她可能也是不太想耽误 刨腿小哥的工作吧 那之后两个人是互加了微信 下午三点多呢 汪勇又主动去发去微信 询问病情 这次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多 才被回复 女子说呢自己吃什么都不管用 特别难受 腿好像不能走路了 一看到这条消息 汪勇马上就坐不住了 他就赶忙撂下碗块 立刻就赶往了这名女子的家里 想到一个人的力量可能不够 在半路上 汪勇把女子的情况呢 跟一名正在直前的交警说了 交警听后呢 也是二话没说 安排好工作 就跟着汪勇赶去了女子的家里 而这个时候 这名女子的下半身 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活动了 而且讲话也是非常困难 年龄较大的孩子 是一边哭着 一边讲述了自己妈妈的病情 事不宜迟啊 交警流动呢 就赶紧背起这名女子 小哥汪勇呢 也是在家里面照看着两个孩子 女子就被安全送到了 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抢救 目前女子已经脱离了生命的危险 身边也有亲人照顾了 孩子在家 也有社区人员帮忙看管 我们在这真的是要给 刨腿小哥汪勇点一个大大的赞 要不是他及时伸出援手 女子一个人在家里 又拖着俩玩 真的是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汪勇说呢 自己是东北人 五年前啊 来西安当了刨腿小哥 平时总接一些送药的订单 东北人热心长啊 加了微信还不让事后询问 你看这种热心 耐心是真心的 我们那个抖思东北人 小哥挽救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家庭 真是好人哪 啊